我还看到他们写的纪念 就同情起来 他也是一个人 只是他的身体 没有办法抵抗 这个环境 但是他灵魂一点都没有欺负 那个才苦贵 我看了那个安东奇科夫 我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 就有社会的问题意识 我生成的社会 那些乞丐怎么来 那些农民得到了什么 他付出一辈子的一个劳力 养了那么多的侄女 他们得到什么 地址得到了什么 就从那里认识 所以我们知道一个what 为什么 不是就知道what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不重要 为什么 为什么 他这是有一种道理 有一种脉络 而阅读要读好的作品 他会告诉你为什么 过去您都一直被公认是 台湾的这个乡土作家的代表 我要这么讲 我打开了稿子 要写一篇东西 我没有下意说 好 我要写一篇乡土小说 都没有这样的讲话 那是不可能 我要写一篇很感动的人 因为这件事情让我很感动 我再修设 再想一想 再帮他写的 所以我记得 读过说您在写 这个看海的日子 这本书的时候 你是一路 一边写一边 自己在流泪 对啊 绝对他那种苦 跟那种难 你是这种 发自于内心的这种 不是 你自己不感动的时候 你写出来谁会感动的 所以当你在写作的时候 你也是一个 自己整本身也是一个读者 我写一写 我又变成读者 我看一看 我那个感动 没有写好啊 从来再来 到后来整篇都写好 再看再修 你看读者就走 读者就走 我这样来 我这样跑了 多少趟 所以你把自己的 这个喜怒哀乐 融合在这个故事的 这个情节里 不能欺骗自己 你从我们来讲 你也是一个 相当理想主义的一个人 有一个非常 乐情澎湃之中 有理想主义的人 但是你在这样的 一个状况之下 你也写了有一首诗 我觉得也蛮可玩味的 那里面你曾经提到说 这样子我已经很完美了 当你得到 你的金最多时候 那是 因为我有一个儿子 他不错 他的小说 今年法国又给他 翻译出来 瑞士跟法国的文凭 他音乐也好 画图也好 但是他31岁的时候 就离开了 那当然让我们很心通 当然是割掉一块肉 心中的肉 但是12月1号 我这个小子 去年12月1号 我还做这个小儿子的梦 正在难过 电话铃响了 响了 报喜 说那边孙子出生了 我就觉得是他来的一样 然后我就才是这样 虽然还可以看到伤痕 来弥补我那个 但是已经很完美了 已经很完美了 前不久一个癌病末的病患 五十九岁 在观疫福 他给医生说 你现在能做什么 他说 我能不能跟黄春明见面 他说是你亲戚 他说不是 是你的朋友 不是 我是他的读者 我能不能跟他 医院跟我联动 我马上去见他 我马上见他 我得到最大的鼓励 什么文化讲了 国家文艺讲了 什么讲了 那个鼓励 多少 我没有 但是这个人 要死的时候 他那样的一个怀念 他读的作品 他还周怪我 说 你后来为什么不写呢 我说好 后来写 你要等着看 但是他等不及了 就是 我的目的达到 我在写作 我就老少学你 不是给学院看 但是雅时共赏 学院很多 拿我的东西来写 诺文是吗 这样雅时能共赏 才能给大众来看 大众也都拿一份 素养的一个教材 对 对社会多少是加分 结果我就觉得 很满足 也很肯告慰自己 过去几十年来的 所以还要学 还要学 还要继续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正如文学家 黄泉敏先生笔下 所描绘的 有种种的这种 爆发肤的文化 然而我们不必要失望 这也正如黄泉敏老师 所说的 只要我们能够经常 接受这种触动的 感动的这种刺激 是失温的社会 他就有机会慢慢的回温 我们可以从阅读开始 更可以从阅读 黄泉敏先生的作品开始 今天非常高兴 黄泉敏老师能够来到节目来 黄泉敏老师 介绍的是古籍稿本 从国家图书馆 馆层的上至居集 四个版本 可以清楚地呈现出 传统出版的编辑过程 上至居集 是清代杨德亨的著作 内容包括了与文人名士的书信往来 读书讲课的心得和笔记等等 杨德亨从小就赌制好学 曾考取共生 同志初年 他上书给中兴名臣 曾国凡 以正兴正学为救国根本 被赞许是豪杰人士 我们馆藏的这部上至居集 我们保留了它的一个手写的稿本 还有第二次第三次的清稿本 然后到了上稿的版本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按照很严谨的一个 刻板的一个规格 然后用正凯字体把它刻印出来 然后就成为我们所谓的原刊教样本 那一部著作 从它这样反复地推敲 叫刊 然后呢刻印完成到初刊 那它可以看得出来是 非常非常的精细的 非常缜密的一个修订过程 那从这样也可以看得出来 一个作者 他的整个的思路历程 还有呢 他的严谨的自学态度 典藏的另外一个珍贵稿本 是钱千亿和纪正宜 两位先后编辑的唐诗 本书的底稿本 简贴了明代刊行的唐人诗集 全书收录了1895人的四万多首诗 还附上了每位作者的小传 纪正宜是清初著名的藏书家 他隐具多方的资料 参考唐诗记事和文院殷华等记载 并且以红黑蓝不同墨色详细教刊 花了十年的时间 终于完成了716卷的唐诗底稿本 后来康熙皇帝下令修全唐诗 就是用这个唐诗稿本 作为边教用的底本 可见它的重要和文学地位 作为边教用的资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